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澜君 邀请您跟我们一起来关心 大高雄最在地的公共话题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来关心的是 身心障碍者就是比较弱势的朋友 他们要如何找工作 在职场上要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 让他们工作起来能够更得心应手呢 首先就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从我右手边DV开始介绍 我们欢迎劳工局博爱直讯中心的秘书 林燕盈 林秘书您好 主持人好 现场来宾大家好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博讯中心的秘书 我叫林燕盈 欢迎您继续是我们爱新企业的代表 我们欢迎高途企业的董事长 韩福平 韩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是高途企业韩福平 谢谢大家 是 那我们知道高途企业呢 韩董事长这里呢 您在公司里面禁用了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者来提供服务 稍后邀请韩董事长 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一个经验 继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社府机构的代表 我们欢迎伊甸基金会的辅导员林志善 志善您好 主持人好 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伊甸基金会的就位服务督导 也是就服务 我是林志善 欢迎您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身上团体的代表 我们欢迎高雄市身心障碍团体 联合总会的主任 王贵飞 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现场来宾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正式进入探讨的主题之前呢 要先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VCR 视力不好的熟君因为在米食制品工会上班 每天都要接触现金 幸好工会为他准备了扩室机和验钞机等辅具设备 让熟君不但可以避免收到未钞 也为无障碍职场做了最好的示范 现在在外面市面上流露的那个物资源的硬币 伪超很多 那我之前没有这个辅具之前 我曾经收到过违币 可是因为我们是自己是经收人 那我们要自己认赔 那有了这放大镜以后 就是可以让我们便于分辨 收到违币的机会也减少了 最大的困难点是环境上面 像我去面试的时候 常常会因为门槛而卡住 我就上不去 我还要钱量帮我扛上去 没有无障碍厕所对我来讲 真的很不方便 还有一些面试怪一看到我 就会用身障者的刻板印象 定在我身上 它会让我感觉到我是很麻烦 不管像是熟君有弱势的问题 或者是像疫庭需要轮椅才能行动 只要雇主愿意提供无障碍的职场环境 都可以让有工作能力的身心障碍者 发挥工作专长 劳工局提出这项植物再设计的专案 希望鼓励业者提出申请 为弱势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提供这种辅具方面 我们必须有专业的评估 去现场看一看 看它需要什么特质的辅具 还有说一些改善工作环境的一些设备 那么设计之后 那么在顾约来讲 只要经过这种专业 贫富设计的都能够 真的能够克服它职场上的工作障碍 提到它的工作效率 因应不同帐别的需求 业者可以提出包括无障碍厕所 滑行坡道或是高行动型轮椅等 运用特制的辅具和设备 劳工局不但会协助专案咨询服务 也会给予经费补助 希望透过雇主的爱心 让职场真正达到无障碍的友善环境 是的 为神星障碍朋友打造友善的就业环境 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希望能够官方跟我们的民间 大家一起来协助 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我们大家听到植物在设计 还有怎么样去申请 这个所谓的植物在设计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官方代表 劳工局的代表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呢 请我们的秘书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来宣导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植物在设计 那他对于身心障碍朋友 要这个找工作的一个部分 是不是有真的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是 好 谢谢主持人 在植物在设计这一块呢 其实政府在协助身心障碍者就业 真的推了蛮多政策了 那植物在设计是其一 而且其实运用推广这几年下来呢 先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 从县市合并到102年底呢 已经有受惠了200多个身心障碍者 那截至目前呢 应该已经突破300人了 那什么叫做植物在设计 简单来讲呢 它是透过我们有 我们中心有一个顾问群 那这些顾问群都是专家学者 那我们其实是主要要协助雇主 那何为雇主呢 包含了公民 公营 私利 民营单位 还有学校 机关 团体 或者是身心障碍者 他是资营作业者 或者是职讯的单位 职讯单位包含你本身是职讯机构 或者是我们劳工局委托你去办职业训练 等等这些单位呢 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 那为什么要申请呢 因为你经用了身心障碍者 那可能在他在受讯期间 或者是就业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觉得在就业上卡卡的 那跟我们申请的时候呢 我们的专家学者就会进场去帮忙协助 看是要透过改善一些机具设备 或者是一些工作流程 或者是提供一些相关的辅具 或者是改善现场的一些环境设施 比如刚才VCR里面有提到的无栽设施 那工作条件的部分可能是 针对听语仗者的话 给予首语员 首语翻译员 或者是一些失账者给一些辅具 让他在就业上能够缩短一些障碍 让他在就业上能够更成功 我们主要是要协助雇主呢 让他在经用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呢 降低他的障碍 那也协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在就业的部分能够更顺利 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都常常在提 环境要无障碍 尤其是在工作职场上 如果能够有更无障碍的一个环境的话 其实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他其实是很有才华的 他就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个 展现才华的一个机会 那至于怎么申请 那到底额度有多少 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教我们的秘书 那今天我们爱心企业的代表 我们高途企业董事长也来到现场 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董事长您这边有聘用了不少的 一个身心障碍者的部分 那他的账别大概是如何 他们的工作状况又是如何呢 是的 那个大概的账别分为视障 就是轻度的 那以及智能障碍 那还有一些可能在心动不变 但是也是轻微的 那可以因为我们的工作都在现场 那他们必须要有一些活动能力 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是 对那其实我们也是职务在设计的 这个首会者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董事长利用这个机会 就是说您可能在还没有接触职务 在设计之前 您就已经有禁用这一批工作人员了吗 是的 也很感谢 就这里有仪电基金会的这个同仁 还有一个新路基金会的方主任 当初其实很努力的跟我们联系 那他在这个方面 当初我们当然也会很担心 会疑虑他们的工作能力吗 是甚至可能来了以后 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人力来照顾他 训练照顾过去 那后来呢 他这些这些我们这些NPO的这些团体呢 来到这里 然后还派了很多老师啊 一些人员在现场呢 几乎这全时间的啊 在帮我们这个协助我们 如何跟这些同事们沟通 那其实花了事实上很多的时间 当然我们的基层员工啊 以及基层的干部 一开始啊也很哗然 觉得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决定 事实上啊 我们在这短期内 我们就开始发现到很多的一些优势啊 譬如说现在人才也难寻啊 这人才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了 那有时候有时候在 在没有长期这样砸根下去做啊 目前来讲他们已经很 虽然他们在学习上啊 并不如常人一般啊 就可以快速的就达到我们训练的效果 但是呢他们虽然学习的慢 但是相信的工作也是很稳定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稳定性很高 就是说其实在市场上的一个 刚刚董事长有点到所谓的人才 这个不太好留 大概就是说面临可能一些挖脚啊 就是说人员的流动性比较高 所以刚董事长就点到一个 身性障碍朋友 他们其实经过一个训练 当然时间是需要做一个投资的 但是董事长您是不是觉得很值得 当然的 这个地方我们也特别提到 其实工作医院啊 并不代表工作能力啊 那我们投注这些时间啊 其实我还认为说我还慢了些 我如果更早能接触这些事情的话 我现在目前可能 企业发展会更好一点 更顺畅一些 其实在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啊 从他们本来一些工作上有无助的眼神啊 现在看起来兜兜兜兜兜有神 甚至他们可以向公司提供一些意见 然后让我们去改善我们工作环境 以及我们的工作的流程 以及适合他们 然后达到一个我们工作上最高的效率 这些都是对我们帮助很大的 哇所以感觉上我们董事长 从身心障碍者工作同仁的feedback的一个部分 您感觉到这个投资报酬率是很高的 是的 对那有关于在职务再设计的部分 董事长有跟我们劳工局提出哪一方面的一个申请吗 是的 其实劳工局啊 他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 他会亲密到现场去 然后跟我们现场的主管啊 然后可以做一个协调 那协调完以后 他自动的 比如说在光源不足的部分啊 光源不足 我们看到工作的细项 所以有些还甚至放大镜 或是有一些搬机器式的一些扶具 然后让他们更容易的在这里工作下去 是 是谢谢董事长跟我们大家分享 您在禁用身心障碍朋友这个部分的一个成果跟经验 那刚刚董事长有特别提到 前面前制作阶段的一个部分 在人员的训练 当然在进到公司之前 他们也会接受一些训练跟辅导的 那社福机构呢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今天呢来到现场的代表是我们伊甸基金会 辅导员致善的部分 那致善我可以想跟您请教一下 在作为一个辅导员的一个部分 那你会针对哪一种帐别或者是他们 因为你们也是接触之后才会知道说 他的能力在哪里 然后会依着他们的能力帮他们去 找适当的一个工作吗 我是不是可以请致善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因为感谢主持人给我发言机会 那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一般接案的话 我们会先评估他的一个状况 就是做现场物谈评估的一个部分 那甚至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评估起来会看他的一个能力啊 还有他的认知啊 他的一个之前的工作经验 譬如说他这个个案评估起来 我们认为他适合的是洗车 那不一定我们就会马上带他去洗车 我们可能会找一个洗车的一个友善职场 那让他做一些洗车实地的一个操作 然后一些观摩练习就是在让他进入这个行业前 让他自己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 对洗车这个是有兴趣的 然后是可以胜任的 那也可以就是说工作持续稳定长久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我们把一个案子推出去 然后他可能就是做个一天啊两天三天 甚至不到一个月就已经震亡say goodbye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他们能够持续的稳定就业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刚好就是吻和刚刚韩董事长讲的 他们一旦认定了这个部分就是他们要发光的一个舞台 他们就是会很认认的在这个地方 就是敬业态度蛮好的 对所以事前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事前评估如果比较不精准的话 容易让就是个案啊和我们或是雇主那边 三方都会挫折 他个案也不希望说 怎么老师每次介绍工作都不适合我 然后就一直换这样子 那我们都会很挫折 是是是 那等一下也要请我们智善 可能挑几个案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他可能因为每个个案他的状况都不同 那可能遇到的哪一些方面的一些困难 那我们又怎么样去把它排除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要请教我们的这个王主任 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可能都是有一些 可能是智能障碍也好 或者是某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偏 有需要社会福利这一块的一个协助 他们本身可能就有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些资源进去 那但是我们有看到更多他可能并没有享有到这一些资源 他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账别的部分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那我是不是可以请教我们的王主任 您看到有更多哪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们在就业的时候碰壁的状况有哪些 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讲一下 好主持人好 现场来宾大家好 那我这边大概跟大家说明 我是高雄市身心障碍总会的办公室主任 那我们是属于做间接服务 不像那个先知他们 一店他们都是做直接的 第一线的协助他们 那我们在总会里面 大概我们有七大的账别 就是会有天语障 肢体障碍 精障 然后还有心智障碍 那其实我们在跟这些的团体做合作工作的时候 除了早聊的教育 他们还没有碰触这一块 其实大部分的账别都需要工作 我们一般人更需要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有工作 其实会带来这个人的自信跟价值 他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参与 他才能够从家里走出去 对 那我们其实会发现 我们一般人在就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常常自己会碰到一些 挫败 包括一些从过去 可能刚开始要找工作很兴奋 到后来就越来越碰壁 那甚至会挫败 然后在一个人就开始就放弃 那我们身心障碍 一样跟我们都一样 都是这样的正常人 他们一样会有这样的状况 可是他们唯一不足的 就是他们先偏性的一个障碍的限制 他们本身上因为特殊的障碍 受了限制以后 他再加上他对一些资讯获得不易 或者是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去上用现在的资讯网路去收集这些 本身他的一个低至尊业比较低落 那其实还有一个刚刚志胜也说明 他们对一些求职的一些技术的训练不够 或支持度不够 或家长对他们的支持 常常会把它摆在说 这个障碍只能够做一个这样的工作 对没有错 不好意思打一个叉 可能我们就会觉得 视觉障碍的我们印象中 他就是只能按摩了 对不对 对我们就会把按摩师觉得那是视障的工作 没错 对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过去有一个孩子他在学校被禁用的时候 那学校他可能给他的工作就是现在洗厕所 那可是这个洗厕所的过程里面 这个孩子其实包括那个机构里面 他们也协助支持性的服务的时候 然后包括教他做一些流程的设计等等 可是我们发现学校的老师 还有一般的老师对这样障碍也不清楚 那他就会觉得他都清不干净 后来我们才发现 原来他在清理那个过程里面 并没有把那个厕所做一个封闭 所以就来来往往 当那个老师一去 每次刚好他擦得很干净的时候 被这样一走过 哇 全攻击气 所以那老师就会到最后的评估都说 这个就不符合他们不适用 他老师做不干净 就跟他疾病有关 所以那孩子就会觉得很受挫 对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 我们后面的NPO的组织 他们进去做沟通协调 那后来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是 家长主动要求跟着这个孩子 一起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参与这样的工作 用工作的表现 让他们看到他的疾病 他的疾病虽然是事实 可是你只要给他机会 给他方法 那是不是做一些条件的规划以后 他们发现那个厕所 擦得比一般人还干净 后来那孩子跪在地上擦的时候 他抬头跟我们一些服务的人员讲说 他觉得他有工作很有尊严 他一定会尽力好好做完这个工作的 是 谢谢主任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讯息 那我要请教我们韩董事长 所以在您的一个企业的员工表现上面 是不是也有像我们刚刚王主任讲的企业的员工表现 就是会有让你觉得就是说 没想到他们表现可以这么好 他们差的服务的态度也好 或者就是说车子的一些保养也好 工作的能力 好 其实刚刚讲了几个案 就说有的事情其实是误解 他们其实就做 但是也很认真做 然后可能我们服务业第一线 通常就有这样的状态 在我们一般的人可能会想一些方法 让这个事情更完整 但是他们就会很坚守岗位的在那里做好 甚至一整天都在那里 那我想 我想我们在这个方向上 举几个例子好了 其实在他们的工作 其实表现上不异于常人 有一次像之前八八风灾 然后在这个台风天的那一天 然后后来接下来几个台风 我们就开始紧张了 就是说可能不利于他们上班了 然后我们就前几天就只要台风 只要政府规定休假了 那我们就赶快通知他们 就不要出门了 台风假 但是服务业 因为我们配合的是一些各大汽车公司 御龙汽车 汇丰汽车 他们是服务业他们有时候会规定这些 那有时候台风来是看起来很大 生意是最好的时候 对 因为车子都弄脏了 需要整理最好的时候 他们也希望我们出奇 那后来那时候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 台风天连叫一个披萨 可能都是一个罪恶 是啊 更好 所以我当然就觉得说那既然不去 那总是要跟这方的武功场所上 也要去巡视一下 结果我发现啊 我们这些一般的这些主管干部 统统离开了 然后就寻到最后一点到南支厂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发现有两位员工 他们还是努力的 把昨天没有做完的工作 没想到坚守岗位的 反而是身心障碍的员工 这个时候就很欣慰吧 我觉得当场看到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有些东西就是你意想不到的 虽然他也许会做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提供更大的尊重 与关怀 他会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一直深切的感受 最开心的是 他跟我们其他的同仁也打成一片了 那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比较负面一点 就是说当然他们比较弱实 有人会欺负他们 就是有些其他单位的人 比如说他们在 有一年的中秋节前夕 那中秋节大家会放炮玩啊 那当我们的朋友去 当我们的同事上厕所的时候呢 他恶若俊就往那厕所里 扔了鞭炮 吓唬他 对 当然是幼稚的行为啊 可是我经过跟他们主管协调说 我们在这里工作必须得到相对的尊重 他也很认真 然后他也没有做得不好 为什么这样欺负他 然后我没有得到对方善意回应 那最后悍然决定我不跟你合作了 我觉得尊重人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那虽然我们一个月可能会少掉十几个十万的应收 但是我觉得保护他们是公司资产的更为重要 是听到董事长讲这一番话 我们会觉得就是说真的感觉到很感人 然后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爱心 这个温暖会让我们感受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温度 那当然呢也就不会发生像刚刚我们王主任提到的 都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学生他其实做得不好 那所以一个主管的一个走动是 有没有去看到这些同仁的一个表现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不过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辅导生这样的走入职场友善的一个环境很重要 尤其是无障碍的一个部分 所以劳工局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职务再设计的一个方案 那我要请教就是 我是不是先请教我们的这个智善 我请教您 因为你在做这个人员的一个辅导的一个过程当中 您大概最了解什么样子的账别 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职务再设计的一个工作环境 那您认为劳工局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推出来之后 会有利于我们身心障碍者朋友找工作的这个部分吗 或者就是说您觉得业者的配合度会更好吗 是的主持人 那依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每个帐别应该都是需要啦 只是说需要的一些程度啊 器具和那个一些设备的不一样 像我们服务的最大众就是像洗车嘛 那洗车来讲的话通常比较需要就是因为洗车的话 它的地都是潮湿的 那潮湿的话那 就叫洗车的站长就会说或是公司的就会说 那你上班的话一定要有穿雨鞋 那雨鞋的话其实那就是一种植物再设计的概念 不一定说你要买什么大型的机台或是一些什么设备 你只要只是买双雨鞋 买双雨鞋应该还好啊 对因为你没有雨鞋的话你就不能工作 你就没办法工作那那个就是一种植物再设计的概念 那以往的话劳工局它之前是一年的话 经费大概10万嘛 好像一个案子 一个案子 最高10万块 但是我们在用起来的话 其实用的量那是其实不高 是因为一个案子10万的话 我们通常就像我刚跟主持人分享 可能买个雨鞋啊 或是说他在做某方面的工作 就需要一个推车啊 甚至说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案子他在铁工厂 那他们规定就是说 他一定要那个鞋子 买的鞋子是比较特殊的 就是前面有一个钢板的那一种 但是那一种 那也算植物再设计的概念 但是不需要到10万块 所以今年劳工局真的是很贴心 那今年在我们的标案里面 就是说有一些小额的案子 就是一个案子要有2千块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马上就是说 诶个案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马上可以就是去去购买 这一个方面 就不用再写一些申请啊 或是一些等待一些时间 那如果等到那些申请 然后在公文流程下来 可能个案已经不一定已经在公司了 这样子 是 所以我等一下 是不是可以再请我们的秘书 再跟大家 是不是跟我们的有关的一个企业 或者是身心障碍朋友 可以再跟大家宣导一下 就是说其实植物再设计 可能有一些业者在接触的时候 听到再设计 我是不是都要帮他做一些 叫一些大工程啊 我可能要改什么改什么 所以其实小到买一双鞋 买一个放大镜 他都可以来跟我们劳工局提出一个申请 而这样花掉少少的一个经费 您就可以帮助身心障碍者朋友 提供更多的一个就业机会 那我们节目呢 我们等一下要先休息一片刻一下 稍后回来要跟大家 邀请您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一起关心 如何来替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打造更无障碍 更友善的职场环境 请您休息片刻 稍后继续回到高雄现场 这些危险的性行为 让你心中有负担 你真的可以放下 这些害怕沉重得让你喘不过气 艾滋早期发现 可以透过治疗来控制 及早做艾滋筛检 面对自己就是爱自己 艾滋筛检 爱自己多一点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队拜美签 有够浪费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 去拍美签大头照 好啦 还要去面试 忘记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盒商务考察 不用签证了 是喔 这本护照有够照 玩游世界拍摹照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 十年前 有人说台湾毛豆是 剩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 改变台湾毛豆 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 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 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 缩短产销流程 拿回销日冠军 全产业要找出特色 走出自己的路 我们今天要找的是 武林高手 为什么 他们都是 武林高手呢 一位 滿五岁 免生贝 小朋友滿五岁 念公立幼儿园 及私立合作员 就能免学贝 若是家庭 还可申请家耳不住 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们 记得申请哦 10月1日起 新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上路咯 加强及扩大保护个人资料的范围 每个人都应遵守个资法 就像人人都有一层保护罩 如需搜集 处理 及利用个人资料 应遵守个资法规定 避免触法 个资法上路 你我受保护 有了个资法 人人都有保护罩 更多资讯 请上法务部 个资法专区查询 男女平等地学习 家事共同来分担 工作一同来打拼 民主 我们共同参与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度回到高雄现场 我们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 身心障碍朋友 也就是弱势团体 他们的一个就业环境 如果透过职务再设计 让我们的职场更无障碍的话 是可以帮助他们在职场上 发光发热的 在上一个阶段 我们听到我们爱心企业的一个董事长 跟大家分享 他们员工的一个工作态度 敬业的一个态度 觉得很感佩 其实这些身心障碍朋友 他们虽然可能在肢体上 身心上 天身上有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 但是透过一些训练 他们其实可以做得很好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敬业态度 是最被可取的 那在我们的一般可以接触到的 一个训练的场所跟管道 有哪些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VCR 穿上整齐的制服 换上跳舞 位于林园区的新据点开张 伊甸基金会用温馨小而美的方式庆祝 希望他们在这里有被训练之后 有机会走进去就业的职场里面 那让这群孩子在训练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接受了清洁的训练 有一些做了一些厨房烹调的工作 那另外有一些做了一些家庭代工的工作 那也希望我们在林园社区里面 我们都知道林园是一个工业城 那希望有更多的代工的机会 把家庭代工模式带到机构来 除了训练学员 手眼协调能力也是职能的开发 就算是心智障碍的曼费天使 也能胜任愉快 对于学员来说 买拔起一张垫片就是努力的代价 所以他们认真的工作也学习着 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目前这边的学员的一个 学习的态度都非常的好很积极 那最主要是我们刚刚就是 就是会跟学校做一个合作 就是他们今年的毕业生 或是往年的一些毕业生 刚从学校毕业以后要进入职场 其实会有一段的适应期 那在工作的态度上面 以及一些工作技能上面 训练的话 都还需要有一些加强的部分 大概在这里学了哪些事情 清洁跟盖工跟那个跳舞 那你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你喜欢是或者是清洁或者盖工 这个你都很喜欢 对 那在这边你觉得快不快乐 很快乐啊 伊甸指出 林园区目前平均每19人 就有一人是身心障碍者 这么高的比例 却没有任何资源能够协助他们 希望透过小厕所的成立 帮助当地的弱势身障者就业 也期待有需求的民众善加利用 一起帮曼菲天使独立生活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种VCR 是我们社福团体来协助身心障碍朋友 在进入职场之前做的一些训练 小厕所主要的一个意涵 是比较像是家庭代工 它也是一种训练辅导的一个方式 今天我们伊甸的代表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请您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辅导业务 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哪一些的表现 主持人还有来宾大家好 那其实在小厕所的话 一般身心障碍者如果来我们这边做一些 就是求职 那我们评估之后 或许说它的状况不一定适合说 马上进入一些竞争性职场 所谓竞争性职场就是和一般人一起工作的职场 那我们就会推到我们伊甸基金会的一个小型座位所 然后去那边 比如说做一些人格的养成 工作态度的养成 甚至一些人际关系的一个就是互动 让他们对这方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代工的部分是我们也是会透过就位服务员 或是我们其他的社工员去尽量寻找一些代工 那因为现在代工的话 其实很多都是骗人的 很多代工的话你找一找 结果你东西做一做拿去 他就东挑西挑 然后就说这个要扣钱 那个要扣钱 其实我们在找代工的部分 都是要非常的一个慎 非常的一个慎选 那让那些受到训练的学员做的一些成果 真的有一些回馈这样子 那通常的话只要训练一段时间的话 我们就会就里面小作所的一个负责老师 就会跟我们教育服务员做沟通说 这个学员可以准备要出去就业了 那那个学员已经慢慢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那也大概过过几个又可以出去就业了 就是有做这一方面的一个 那一般来讲的话 像我们去年的话 大概将近四五十%的一个小作所学员 就是都有出去外面工作 甚至有的在网坪啊麦当劳啊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较 知名的一些企业 也愿意来参与这样子一块 对就做的还蛮合作还蛮成功 谢谢哦那就继续加油 那我们劳工局的秘书在这边 您听到我们就说有社福团体 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那我知道在官方的部分 其实有安排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辅导的一个机制也是有的 开辟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请秘书跟大家讲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 刚才知战有提到 其实身心障碍者他在就业的过程呢 一开始我们接触到的时候 会先去了解这个身心障碍者 他本身的技能到哪里 也许他只缺就业机会 我们直接会推他去竞争就业市场就业 或者是需要我们的救服员密集辅导 跟着他进到职场协助他就业 所以包含像自善这个救服员 带着我们的个案到职场去 可能密集辅导了到有可能到14天 协助他能够稳定就业 另外呢也许他是技能方面的不足 所以我们劳工局呢 有推出了一系列的职业训练的课程 那在今年呢我们包含自己办的职业训练 有9个班次 有哪一些项目是不是可以跟大家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们今年开的班呢 有分了证照班跟非证照班 证照跟非证照 证照班就是比较专业的部分 比如说像电脑部分呢有工程制图 还有一些数位美编 还有客服行销办公养成 还有一些数位产品远端维修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服饰制作 还有皮件制作 那非证照班的部分呢 我们一年有开两个班次 包含环境清洁 还有除工助理以及汽车美容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办的训练 职业训练 当然我们也会跟民间的单位合作 去做一些委托的职业训练 那这个训练的内容更丰富了 包含了一些电脑商商业类别的 还有一些休闲观光的 休闲观光的包含大家可能会想不到 美肤 美甲 还有 是 还有观光餐饮 还有一些品味十足 类似中餐料理之类的 这个都会辅导他去考证照的 那当然还有包括一些文艺的制作 那还有的话就是一些 远端 云端的网络的创业班 因为有的身心障碍者他的技能够了 可是他的产品怎么贩售 我们也会训练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去做一个行销的部分 对 等等 那另外呢 有的身心障碍者 他可能在第一次 他想要进那个电脑咨询班的时候 他连开机都不会 我们也听到这些声音 所以我们今年结合了业者 开了两个一个 一化的数位班 这个就是从最基本的 电脑的一些技能开始交起 所以我们的类别还蛮多的 那在我们博训中心呢 开了这九个职类班里面呢 今年的成效非常的好 到11月底就要结训了 可是我们会辅导他去一些 再考一些相关的证照啊 或者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辅导的结果 今年的考TQC证照 已经高达133章了 那刚刚有报告说 那个皮剑班的学员 我们有辅导他去认证街头艺人 街头艺人 对 那这个班级是全数都通过了 对 非常优秀 那还有比如说 国际拼部认证啊 丙级认证 绩效都非常好 那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不是每年都举办的全国 身心障碍技能竞赛 我们今年也推了我们的学员去 比赛那个海豹设计 我们狼刮了第一名跟第三名 哇 这个明列前茅的这个成绩的背后 当然也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 对 因为我们的 除了训练师之外 我们在每一个班都配了导师 那这个导师在协助我们身心障碍者 在训练的过程能够积极的训练之外 搭配训练师 还有就是在训后会辅导 积极的辅导他三个月就业 就是这三个月密集的辅导 他们能够就业成功 那其中我们有一个班 就是那个工程制度班 这个真的很特殊 应该是全国之冠的 连续三年就业率百分之百 那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 连那个劳法署都觉得 我们这个成效真的非常好 所以我们今年博训中心也去 为了去检合我们的职业训练的效果如何 我们也参加TTQS的评合 那也很荣幸我们获得了金牌 所以我们想要提供身心障碍者 在职业训练这部分 能够有一个优质化的场地 训练师以及一些训练品质课程 我们也去做了这样的评合 那其中呢 比如说我们讲到那个洗车班好了 我们可能在技能 对不起 基本的技能训练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会想要缩短我们身心障碍者 在就业的一个落差 所以我们会跟业者结合 带他们去直接到业者的场地去做实习 技能的更精进 那高途的董事长他真的是 我们非常优质的一个厂商 他真的就二话不说 提供我们这样的场地 立不容辞立刻就提供实习的场地 是我们的训练师就带着我们的身心障碍的学员呢 真的就是直接到现场去做实地的洗车 那也协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他了解 原来进职业场地到职场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缩短了他的一些内心的落差之后 障碍 对 时间结束之后呢 训练结束 在推介就业部分呢 就非常的 成功率非常高 那当然高途董事长 他也很愿意就是禁用我们优秀的身心障碍者 真的蛮感谢他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说 高雄是真的还蛮多优质的一些厂商的 那也都愿意进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包含跟我们的一些社福相关团体的合作 所以在推介身心障碍者就会部分呢 真的是有打造了三营的场面 是 那当然对于有一些 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从 刚刚有提到一个数字 就是大概我们的今年大概有成功就是 300个人的一个 纠眼眉合的一个部分嘛 那个是提供364个职讯的名额 是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但是全高雄市禁用身心障碍 手册的一个民众的数字 是远远大过于这些 那当然对于一个工作机会的一个需求 就相对的也是更高了 那当然刚刚我们听到劳工局提出了 这样子一个九大项的一个班级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职业课程的一个训练的部分 也超出我们一个刻板的印象 尤其是在这个数位化之后 开创了很多让他们发展的空间 那我不知道王主任您听到这样子 有没有替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感到高兴呢 对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个 目前大概数字大概差不多了 大概13万多的领测者 那其实我在这边也很肯定 跟我们的高途董事长 一定他们长期的努力 那其实刚刚秘书他提到一个山影的部分 那我想到一个金字塔 就是这个山点支架要架起来是非常不容易 铁三角的部分 一定那个力道要均衡 要不然就失衡了 像劳工局这边他们 我们值得肯定跟鼓励是过去的子种类别 它其实很少 对 像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我们曾经送过一个孩子去科医外地 去训练科医技术 科医这样就要到外地去学 对 但是他只局限在单一的肢体障碍 其他类别根本寄不去 那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 高逢市劳工局的努力 那也开始开放的一个 植物在设计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政府他们其实也有在做 我们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个部分 那类似像高途董事长 他其实创造了一个很好的 就是那个雇主他的一个刻板印象 我觉得他是看待一个人 而不是只限他在一个 他的停损点 他的障碍点 他肯定这个支持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这个给身心障碍者 很大的一个鼓励 那我们尤其在伊甸这边里面 他们做的是更扎实 一个陪同的支持的团体 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然后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他不同的去try 比如说可能在小做的部分 在自行性就业等等 然后可以进入到一般职场 那劳工局的部分的课程 因为像伊甸他们也会运用在这里面 那我们在想说 其实除了这样的东西里面 为什么有一些还是走不出来 为什么还是那个绩效没有办法 突破的这个部分 对 那我们一直在思讨这个点 像我前几天有跟一个孩子在聊 我觉得总会目前在做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叫不叫 算不算是一个职业在设计 那个因为我们刚好有承接 在今年是第二年的友善环境的一个商家认证 餐厅的认证 那我们有招募一群的那个身心障碍的孩子 那其中有一个是CP的孩子 那他可能就是要借重一些辅具 他才因为他会抖动 就吸盘孩子他有一些特性 那这个他孩子的家庭 跟他的一个服务的机构里面 会觉得他就是适合做一个电脑的操作等等 可是那孩子其实他的兴趣 跟他的兴趣是不符合的 对 他只是应付家长每天到那里去报导 那后来他看到我们这个以后 我们从开始在培立 然后进阶班 尤其我们跟老公局也借场地 然后我们协助这个孩子 我们发现他现在主动可以到商家 坐着跟雇主讲 然后我们发现他原来 因为我们交了他一些 一些那个辅助的部分 防止他那个口水一直会流下来 因为这样的如果去跟他对谈 基本上那个门面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对 别人就会对他有一些刻板印象 然后他就会阻碍他不敢去 他就很胆怯 可是他跟我说主要我真的很不想 只是打电脑 我觉得我不应该 他其实喜欢跟人群做互动的 是 对 后来我们发现他 他最近的成效非常棒 然后他帮我们看家 勘查了几个商家 我们是针对90平以下的商店 居然可以促成友善环境 我觉得他非常棒的这个 非常棒的一个说客 对 那另外有一个是我们团体 喊变他们介绍过来的一个孩子 那我们发现他这个部分 他很缺乏自信心 那可是他常常都要记录 所以他做访饰以后 回来做记录做拍摄的东西 对他是有困难 可是我们会一般人就会觉得 你的能力不够 他包括他家里的 你不要处理 他就说他开始就退却说 他身体不舒服等等 后来我们跟他机构的谈了以后 发现只要给他一部电脑 其实他们机构都准备好在那边 笔电给他用 可是他就是不好意思夸 去张开嘴 去跟那个团体要这样的一个支援 借用这样的支援 后来我们就开始就去跟他谈 那其实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工具 那你可以使用他以后 创造更多的价值跟意义 那对身心障碍者 是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发现他主动可以去跟对方要这样的支援 那他也开始可以接案 然后最近的案量还跑得很不错 然后我们在这个礼拜五 11月15号在文化中心 我们有一个国际生障日 当天我们也会认证 那今年我们预计到年底会有将近快50家 那高宏市有20个访查的点 那我们17号有三天 在那个小港机场的出路径 我们会展出这三天 如果你有看到我们有三三天的一个摊位 区的话不妨你们可以走进去 因为那些孩子固摊的孩子 都是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 这是都是他们做出来的成品 他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机会 展现他们其实我们有能力的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主任跟大家讲 其实他们的表现跳脱我们对他的一个框架 可以看到他们的无限潜力 那所以秘书有没有可能他们这个也算是植物再设计的一环吗 其实植物再设计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复杂跟沉重 到底要怎么申请 然后有哪些项目 刚刚讲到雨鞋也算 电脑也算 那甚至改善这个无障碍的这个洗手间也算 所以大概怎么申请 然后多少钱额度到什么时候 我们是不是请秘书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那植物再设计呢 只要是雇主 那我刚才一开始有跟大家分享说何谓雇主 你只要有金融身心障碍者 那在就业上只要有需求 都可以跟我们博训中心联络 那我们的同仁呢 就会带着我们的专家学者入场去协助分析 看这个个案呢 他需要哪些协助 可能只是也许是工作流程的改变而已 不需要到辅具 那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小小辅具 像刚才志善讲的 那我们有一个个案 其实他是在一个便利商店里面工作 那他在做清洁的时候呢 客人会反映说 为什么工具散落一地 结果我们辗转联络到我们的 植物再设计的承办人员呢 我们带着我们的专家学者入场 我们的专家学者就说 给他一个工具箱 而且他是可以推的 推的工具箱 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结果他的清洁工作越来越顺手 而且收纳的功能也出来了 那其实那个店长呢 他也觉得很压抑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工具 就改善了这个生意障碍者 在他这个职场的工作的效忍 而且也因为这个生意障碍者 在这边呢 担任员工 也帮他们的形象做了很大的加分 也帮他们的业绩达到很多 那另外再打一个小广告 因为其实刚才贵妃主任有提到说 我们老工局近几年为了职业训练的部分 做了很大的努力 那像今年我们有做一个创新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像 身心障碍者拿着摄影机 或是照相机 担任专业的摄影师 那我们今天真的有做这样的尾训 也开班成功了 那也结训了 那陆陆续续呢 听说就业率也达到八成了 那其实一刚开始 我们在辅导这个班的时候 身心障碍者自己本身 他都有对自己的能力 对 产生很大的怀疑 他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那一开始拍的照片 跟捷讯的时候拍的照片 真的是落差非常大 那我们很多业者看到 这个身心障碍者拍的照片 意境很好 比如说像一个饭店旅业者 就邀请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去帮他拍房间 帮他放到网页 对 那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他自己也非常的压抑 原来他的作品 是可以让大家去欣赏的 那也帮助他也走出来 有的可能他也愿意 跟这个社会大众去做接触 当他有就业能力 也有就业机会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身心障碍者 自信心整个都出来了 没有错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 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那这个器具的部分 在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们会觉得 他可能就是一般的一个工具 但是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讲 那个就有可能是 他们的一个辅具 而这个辅具 如果能够协助他们的话 其实可以让他们 在职场上是非常有力 可以加分的 那我们节目呢 大概进行到最后 剩下几分钟的时间 那我要请我们的来宾 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 做结论了 就是在您的立场 您会怎么样呼吁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不管是业者也好 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身 或者是他的家属也好 他可以透过哪一些管道 让自己走出来 然后肯定自己的一个能力 我们是不是先请主任 谢谢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 我在想我们一般的人 跟包括我们也在期许 我们如果真的 家里有这样的宝贝 的家长里面 真的放手 让孩子去试试看 我们把一个框架就拿掉 不要用正常的人去想 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应该要做这些这些 他的能力可能没有办 或者障碍没有办法 那应该去多去思考 这样的一个孩子 这样的一个天使 他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 就像我们高徒的董事长 他看来的是一个人的价值 那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 每一个宝贝 他都是像一个很闪亮的星星 他其实会亮给你看的 就是懂得会欣赏的人 那我们不要看待他 只是被那个障碍 被他的外观内 包括他的一些行为表指 去局限 对他这个人的可能性 跟发展性 谢谢主任 朱赛 谢谢主持人 我刚刚就呼应贵妃主任的 其实上帝造人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都是有用的 所有的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不管是一般人 正常人或是声音障碍者 其实在每个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因为社会上就是等于说 一个大型的一个机器 在运作 那我们每个人 就是一个小螺丝钉 不管你这个小螺丝钉 负责是在一个重要的部分 或是不重要的部分 或是在哪一个地方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请各位就是家长 或是一些厂商的话 真的不要小看 身心障碍者的一个工作能力 他们的稳定性 绝对会让你们大索惊艳 是没有错 有看到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爆发力的韩董事长 是 其实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我才发现 好像我还是被照顾的人 因为大家都很努力的这样做 其实我是真正最大的受益者 那其实社会 从企业角度来看 那早期的企业都是以获利 股东的优先 那么现在企业 除了我们要讲的是厉害关系人 其实厉害关系人里面提到的是 可能是连员工 顾客 以及我们政府机构 一些团体 这些都是我们厉害关系人 因为我们要把社会企业注入以后 其实才能够 也许我们套一句名言讲的话 好了 这个竞选的人 他说他不只帮助一个人 也许他也帮助了一个家庭 当然我们想我们在这个方向上 很努力的去做 其实也 其实在努力的同时 我们感受到其实 在我们的周围 这些氛围 社会也好 这些组织团体也好 都给予相当大的援助 那我想我们这么做 也许帮助了一些人 那也造成了一些 也许社会上 我们也造成一些 减轻一些贫富的差距 其实社会已稳定 已安定下来 其实也是我们 企业发展的一个好时机 在这里 我一直想跟大家讲的是 我也很鼓励我们自己的 企业同仁 以及同业们 尽量去禁用这些身影障碍者 去接触他们 你会发现 其实真正受益者 就是我们 谢谢 谢谢董事长 提供我们这么宝贵的意见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年度还有没有更多的一个 职业媒合的一个机会 我们是不是请秘书 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是我们很希望呢 有就业需求的身影障碍者 愿意走出来 让我们服务你 那我们在其实 在各个救福站 我们总共有在六个点 配置了我们的职管员 还有救福员去协助我们的 高雄市的身影障碍者 就业服务 那我们接下来呢 今年会推出一场就是 专为身影障碍者的求财的 真财活动 在11月28号 地点在我们博训中心 欢迎有就业需求的 身影障碍者的当天到我们博训中心 如果呢你交通不方便的是 搭景运到我们的后驿站的话 我们当天会配置有 无障碍的计程车 免费接送 为了协助身影障碍者就业呢 我们当天会卯足进来协助你们 那现场我们也会有 配置身影障碍者救福员协助您 欢迎身影障碍者 当天呢一起到我们博训中心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现场来宾 提供我们这么多 宝贵的讯息跟意见 那也提供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做参考高雄现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这次到市场下周同一时间 五月八之前 一浓月八日 五月八日 五月八日 擠下周同一时间 就收个铁虎 和海满 一只五个 wee 一只一只小二时间 一只小二时间 一只一只小两时间 一只小时一晚 一只小时一辈子 四个月八日 我忧病了 就行进去旅客 蛤 九秒 萬聖 約會有很多地獄喔 你今天想好要跟ANADA 去哪裡吃喝玩樂了呢 我是小魚兒 嘻哈高雄 每週五晚上九點半 記得收看喔